苏龙翁咬着吸管 眼神肆无忌惮地在林木凯身上乱转 小脉部里熙熙攘攘 为他乃从他的吸管里往上滑 他就那么直勾勾地盯着林木凯 目光由上至下 清爽的短发 剑眉心目 刀削般的下额 上下滚动的喉结 宽肩 在背心的束缚下原形毕露的八块腹肌 窄臀 好了 打住 苏龙龙看着林木凯一步步走来 感觉左眼一直在跳 忍不住拿手去摁住 跳啥跳 你激动个啥劲 没见过帅哥吗 然后 右脸上的肉也湿微斑地跳了起来 紧接着就是左脸 当林木凯在他眼前站定 一脸错愕地看着他时 他默默地捂上了胸口 好家伙 你也要造反啊 林木凯捕捉到苏龙龙眼底的那丝不自在 有些细血地朝他挑了挑眉 苏龙龙 真巧 宿舍里淡尽良绝了 苏龙龙轻咳了一声 故作自然地回他 是啊 出来不补货 听说小卖部的维他奶在打折 我 你 脚到一半 苏龙龙突然瞪圆了眼睛 他看到林木凯手里正拿着一盘维他奶 他本来就是站在维他奶的货架前的 心里咯噔一声 他惊喜地往下一瞧 果然 最后的一排被他拿走了 难怪他会朝自己走过来 苏龙龙瞬间就炸了毛 一把拦住了林木凯的去路 还将手搭在他的维他奶上 一副此路是我开的架势 林木凯 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拍奶的所有圈 林木凯看看维他奶 又看看苏龙龙一副你没吃药吧的表情 我先拿的 苏龙龙有些底气不足 但还是挺了挺胸脯 义愤填硬地说 我先看上的 你要不要问问他 愿不愿意被你开上 那他还嫌弃你对他上下棋手呢 林木凯打亮了他一眼 哦 难道要他跟你说 更得以被你 苏龙龙患上一副谗媚脸 你看 女人长得这么帅 帅哥都是不识人间烟火的 你就让给我呗 最后 吃瓜群众们越来越多 把小麦不为的水泄不通 老板忍不住哭号 杨卫 别探讨了 为他奶的所有全是我的 开战了半天 苏龙龙发现林木凯这人 不仅完全不动气 还全程都用看小狗的目光来看他 虽然 有点宠溺 苏龙龙立马晃晃头 气鼓鼓地对着手上的 维他奶猛吸 又听老板在这时说 这样吧 你俩说一下 能为这派维他奶所付出的代价 谁代价高就归谁 怎样 几乎是同时 在林木凯刚打完的那瞬间 苏龙龙就一口奶喷了出来 这下 他也想和林木凯说上一句真巧了 他对林木凯 喷了牛奶 但这不能怪他 谁让林木凯说 如果他能得到这排维他奶 他就会亲他一口吗 妈妈听 他苏龙龙是想亲就有的亲的吗 那他也太掉价了吧 脑子里呼地窜出某一幕香艳的画面 苏龙龙迎牙一咬 对着林木凯挑衅般地仰起了下巴 如果你把这排维他奶让给我 我就勉为其难地睡了你 此话一出 全场煞是鸦雀无声 连吹瓜群众递给林木凯擦脸的纸巾 都吓得从他指腹里拴了下来 但是 苏龙龙心虚了 趁着大伙还没反应过来 抱着奶 一流烟就跑没了影 老板是最先缓过神来的人 气得在原地直拓脚 这钱都还没给呢 林木凯朝苏龙龙跑开的方向 瞇了瞇眼 唇边挂上了一抹浅笑 按住躁动的老板说 老板 钱我付 苏龙龙对林木凯起了色心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了 这还要从一个月前说起 大一开学时 他的助班师兄姜姜很照顾他 他索性跟着他混 一混就是两年的光阴 有一天 姜姜跟徒步协会的学员们去登山 回城时给苏龙龙发了微信 说是给他捎了礼物 要他去协会找他 于是乎 蒙蓉叼着一盒微炭奶 屁颠屁颠地来到徒步协会 却意外地 见到了五年未见的初恋 是的 他的初恋 林木凯 但这远远还不是最要命的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林木凯看似刚从盥洗室里出来 浑身冒着白晃的热气 只在腰间上围了一条浴巾 正拿着毛巾在粗鲁的搓头发 有一滴水从林木凯的毛巾下逃脱 就像坐了过山车一样 划过他紧敏的薄唇 突出的喉结 障碍重重的八块腹肌 最后的最后 他到达了终点 极快地冲进了他的浴巾里 就在那一刹那 苏龙龙咽了口水 觉得今天的维他奶 分外的甜 也在那一刹那 林木凯向他望了过来 整个人目中 两个人都一动不动地盯着对方 直到江江的一声诛叫 响彻云霄 在协会的天花板上 久久盘旋 小师妹 你不知道费礼巫师吗 哄的一声 江江又跑回了盥洗室 看得苏龙龙一脸抽搐 妥妥的细精 他费礼巫师的又不是他 林木凯被江江的反应吓到 往里边叹了叹 再窘迫地回过头来 扫过苏龙身上的视线 有点飘 好久不见 苏龙龙 听到林木凯这句试探性的招呼 苏龙龙没忍住把眼一眯 活脱脱就是一只狡黠的狐狸 好久不见 林木凯 林木凯后知后觉的超过 衣架上的白涕 往头上一套 声音被盖了个岩石 原来我们同校啊 怎么这两年都没见过你 苏龙龙不看他 指甲有一搭没一搭地 在围他奶底部抠着 哦 我不怎么出来抛头露面的 第一句点是宿舍 第二是食堂 第三是客室 第四 他还没说完 就见穿戴齐学的江江 朝他奔了过来 一巴掌就拍在了他的手臂上 娇羞地瞒人他 不就是为了我的礼物吗 连男生的更衣室都敢闯 你好活急啊 苏龙龙摸着脖子上的鸡皮疙瘩 还没缓过劲儿来 人就被江江拖走了 在拐弯处 他刺过头 对着神色古怪的林木凯 反了一句 第四就是跟着这次鬼混 苏龙龙拟着边上的原木别针 虽然一股民族风 十分别具一格 但怎么看 怎么像是某种东西的附属品 他仔细地端详着它 最终在反面擒住了三个字 小得比蚂蚁还令人咋舌 非卖品 得了 果然是赠品 苏龙龙那个气啊 直接把装过别针的礼盒一撂 江江胸台也太不走心了吧 愣愣地抓了抓耳朵 苏龙龙拿出手机 不管了 他要先刷一会朋友圈 可是刷着刷着 他又刷到了江江的动态 江江转发了一篇公众号的文章 还附上了自己的评论 这哥们有才啊 我一定要找个时间和他 江江在追一个女孩子 叫安柔 是她们徒步协会的珍惜物种 唯一的异性 更重点的是美女 她指的应该就是安柔了 苏龙龙甩了俩大卫生球 正准备无视她 输得被文章的标题抽了魂 颤舞味地点了进去 谁让那标题太合她胃口了 取啥不好 非要叫教你三招扑倒她 要先拉拉关系 比如让她帮自己提重物 有点意思 有点意思 要适当装装柔弱 比如让她背你 那我岂不是可以 顺手摸一把胸肌了 讨厌 这作者也推坏了 要把握时机 该上就上 不要给她留下一丝喘息的机会 苏龙龙险些笑叉了气 宿舍里回响了 她不正经的笑声 这下场 就是被室友们 齐心协力的超级枕头 一通乱砸 她还在笑 抽抽搭搭的 未来的恨货们 把她砸得眼冒坚心 她忍不住对室友们求饶 只是那张红扑扑的脸蛋 究竟是因着大笑 还是因着害羞 还有待考察 这时 苏龙龙的手机进了短信 她点开来 是江江发来的 说是周末会有百年难遇的会心 徒步协会在天文馆的附近 组织了一次演营 她要带她去封一封 苏龙龙扯着自己的上唇 扑摸着江江 这语气是不是有点内啥了 但也没去多想 她怕就打了OK给她 因为 她还说 林木凯也会去嘛 绝佳的机会 正在向她招手吧 下一秒 苏龙龙又犯了难 她可以去试试 那个公众号 列出来的招数了 但这第一步的关系 该怎么拉呢 忽然 她灵光一闪 尖笑着从桌底下 翻出了几排围碳奶 到了野营的那天 江江来接苏龙龙 她正捧着手机 在傻呵呵地弄 原来那个写 教你三招铺倒 她的公众号 不只有干货 还发了很多 关于情感类的文章 简直就是在 手把手地教她 追林木凯好吗 被江江提走的时候 苏龙龙做陶醉状地 关注了那个 叫种草的公众号 但是苏龙龙的好心情 并没有维持多久 因为她发现 安柔也在队伍中 并穿了一件 民族风的雪宝衫 她想起了原木别针 最需要画重点的是 她一直粘在 林木凯的四周 感情这安柔的目标 是林木凯啊 难怪江江兄台 追了这么久 都没点回音 又听说 她俩都要参加 这次演赢 这才把她 拉过来凑队吧 苏龙龙重重冷喝一声 身旁的江江 当时就打了个冷战 假装在左瞧瞧右瞧瞧 见状 苏龙龙又叹了叹气 她这蠢师兄 怕是打错算盘 人林木凯和安柔 根本就不在乎 她俩怎样好吧 因为 就在几分钟之前 安柔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 向林木凯出手了 她见林木凯 帮她提铝鸥包 赤裸裸地 无视了战队的 苏龙龙和江江二老 林木凯略位移政 而后从安柔的手中接过 嘴角还有来不及 压下的弧度 苏龙龙在肋骨上揉了揉 最近的肝火有点旺旺 她任命地把自己的旅游包 往江江肩上一甩 后者哀嚎一声 做事要检查里头 是不是装了砖头 师兄 不要看 我去 这么多围炭奶 野营的小伙伴们 轰然笑啪 苏龙龙没脸坚忍了 但她隐隐感觉到 林木凯也是忍俊不禁 脸就更红了 后来 江江拖着苏龙龙的围炭奶 累得掉了堆 而苏龙龙也因平时缺乏运动 体力不支 俩人承包了队伍的尾巴 苏龙龙偶然仰起头 从她的角度望上去 她能看到林木凯将安柔一把背起 上午的历日 碾过她脆弱的眼皮 她闭上眼 视线里鸿蒙的一片 还有点刺痛 她觉得贼拉拉难受 到此 种草交给苏龙龙的前两招 都宣告战败 傍晚时分 一行人到达了驻扎地 开始井然有序地搭起帐篷外 苏龙龙和江江喘得就剩半条命了 便获得了休息的权利 负责晚饭就成 看着安柔笑叶如花地帮林木凯打下手 江江挽着苏龙龙的手臂 又把头枕在她的肩上 喃喃地说 小师妹 你说惠心是不是流星啊 如果是的话 那我能不能向她许克约 求她让我忘了安柔 江江对安柔并不是一时兴起 她所知道的 就是她为了安柔 从初中追到大学来 从未变过心 苏龙龙点了点手指头 九年 月光照进了她的眼底 把她的目光染得悠悠的 她对林木凯的喜欢 有九年了 岁月是把杀猪刀 把她的皮像多得惨不忍睹 却没能粉碎她那颗 卷着林木凯的心 肩上传来了凉凉的触感 苏龙龙没想到 江江兄台也会有哭鼻子的那一刻 恰好有风扑来 她打了个喷嚏 口水全洒在她的身上 我靠 你这破孩子 不知道喷嚏不能对的人打吗 江江用纸巾偷偷抹了眼 再理所当然地擦掉她的口水 苏龙龙笑嘻嘻地 换她把头搭在江江的肩上 拿出手机 准备向种草诉诉苦 大师大师 我都有照你写的攻略去做 但奈何情敌太强 被人家见招拆招了 我接下来该咋办呢 对面回复 你先反省反省自己吧 苏龙龙跟进了鬼市的邓琪 这突如其来的高冷又算哪门子柴 不远处 帐篷的支架猛然从安柔的头上弹开 把她吓得贪婪在地 而林木凯的脸色 踪冷得像一块冰 吃过晚饭后 苏龙龙就撤回了自己的帐篷 因为协会的那群大老爷们 嚷嚷着要啤酒 也就基本没她这个一口醉的人啥事 苏龙龙扑进了被窝里 在摸出手机 有些走神地看着和种草的聊天记录 想了想 她一咕噜就爬起来 悄咪咪地把帐篷开了一条缝 窥着外头的情况 她看到林木凯被火光捐刻的轮廓 随着自罚三杯的动作 而一上一下 侯杰正轻轻地颤着 似乎是还没从酒的后劲中缓过来 真要命 这不是在诱她犯罪吗 苏龙龙就地打粗 做了一组深呼吸 重新把思绪放回种草的那句话上 反省 她为什么会这么说 她到底要她反省什么 在苏龙龙百思不得其解之际 种草见了消息 她惊诧地点了进去 苏龙龙倒抽了一口凉气 这种草是名副其实的行家呀 话好说 可是不好做呀 她再往外撇了偏 除开林木凯 姑且还算做得直 一群人都是鸣鼎大醉的模样 包括安柔和江江兄台在内 苏龙龙欲哭无泪 那安美人醉得美眸迷离 好看得让她这个同性都忍不住动了心 更别提异性 照这么下去 她倒是担心 林木凯会先把安柔给强上了 苏龙龙越想越难过 往后一倒 整个人都摊开来 成一个大字 也不知道躺了多久 反正把她的睡意都躺出来了 有人拉开了她的帐篷 摇摇晃晃地扑在她身上 她骤然痛出了一声狼嚎 有两半湿湿软软贴在苏龙的耳垂上 她书地红遍了耳根 紧张地直吞口水 男性的荷尔蒙气息涌入鼻腔 她僵硬地扭过头 看见了叫她轻心念念的眉眼 苏龙龙一下子就红了眼眶 打头深深地埋入林木凯的脖梗里 两只手小心翼翼地 还上那温热的腰 原来 这就是失而复得的感觉 苏龙龙坐了林木凯九年的同桌 从小学到初中的这九年 她比较早熟 五年级的时候就喜欢上了林木凯 只要有女生敢拜托 她给林木凯送情书 她就敢拿出爸爸的打火机 一把火将那份稚嫩的暗恋给烧掉 后来 苏龙龙去了林市上高中 和林木凯同桌的缘分 也就挣钱据忠了 有一回 她蹬着单车醒轻 在路上和林木凯擦肩而过 但碍于汹涌的车流 她不得不一直向前 没有坐一分钟的停留 但是她确定 林木凯望向她的眼里藏了惊喜 于是她在社交软件上找到她的头像 刚好是亮着的 她拼命压下心底那股激动静 嘟嗦着给她发了消息 嗨 你还记得我呢 林木凯几乎是秒回 记得啊 荣荣 等等 你是毛毛还是荣荣啊 如果苏龙龙只看到了前半段 那她大概会喜极而泣 但她看完了全部 她哽着把林木凯删掉了 毛毛和荣荣是一对双胞胎姐妹 他们俩以前的同学 她压根就不记得她了 苏龙龙抱着心 她那积木建成的世界 被林木凯狠狠地扫了一地 隔天 林木凯发现自己 险些酿成了一宗命案 她把苏龙龙压了整整一晚 她满面惊恐地直起身 顾不上头痛欲裂 颤抖着拿食指去探苏龙龙的鼻息 然后 她长长地叙了一口气 还好 还活着 太阳穴还在狂跳 林木凯难受地掐了掐 忽得眸光一紧 停在了苏龙龙灵万的衣领前 那片白皙的领地尚未被开发过 呼吸带动了她的锁骨 正在微微地起伏着 目光不露声色地往上提了提 在触及那抹烟红的唇瓣时 林木凯下意识舔了舔唇 莫名觉得有些口干舌燥 她猛地变开脸 拉了帐篷出去 一直走到西边 大力地拘着水朝脸上泼去 这才多多少少清醒了一点 身后传来了嘻嘻嗦嗦的声响 林木凯寻声而望 眉梢单挑地看着安柔和江江 从一顶帐篷里出来 又再看到她的那一瞬 重新钻回了帐篷内 接着 苏龙龙探头探脑的模样 也掉进了她的眼中 她默地想起她撩人的睡姿 脸一燥 盲膜看了视线 谁知 苏龙龙冷不防朝她 吼了一嗓子 喂 林木凯 你在偷像吗 林木凯愣了 发觉苏龙龙的脸上 正浮着可疑的红韵 便意味深长地回道 没什么 只是蜜蜂终于采到了 心仪的花蜜 可蝴蝶还在犹豫不决 但苏龙龙的智商 明显不够用 她面色怪异地 瞟了林木凯一眼 又拉上了帐篷 呆呆地搓了一把脸 她真的把林木凯给睡了 只是并没有发生什么 令人脸红心跳的事情 天知道 她一大早睁开眼 就发现自己的衣服完整无缺 内心有多么地崩溃 她居然因为林木凯的主动 而兴奋地睡着了 这怎么听怎么损啊 就如仲草所说 那么好的机会 她竟然又没有把握住 这个念头跟了苏龙龙一路 直到大队伍抵达天文馆时 仍未消散 她甚至都没注意到 江江和安柔 已经粘得下一对连体英文 昨夜的会心并未如约而至 导致今晚的天文馆 被人踏破了门槛 但好在协会 提前跟工作人员打过了招呼 他们还不至于排不上号 但即便是这样 苏龙龙也快望眼欲穿了 因为他们协会也有小几十人 这要等多久才轮得到 她看上一眼了 守万叔的被人顾住 苏龙龙有些莫名其妙地 偏过头 不等她一时过来 林木凯就拉着她跑开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跑得太距离 苏龙龙那颗少女心 一直跳个没完 每一声都响彻了她的耳畔 她的脑海中空白的不像话 晕乎乎地问了一句 林木凯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带你去看会心 风声萧萧时 树影绰绰间 她听到林木凯这么说 当他们终于停下脚步时 苏龙龙止不住地喘着大气 余光在飞神间一转 却落入了林木凯 灼灼的眼谈中 等风灌顶 苏龙龙不禁拢紧了一口 杨装若无其事地 瞧了瞧周遭 不瞧不打紧 一瞧就差没晕眩过去 有个求得会心可看 这确定不是传闻中的小树林吗 会心在哪儿 苏龙龙开始忐忑 此地无垠三百两般地 提了一句 周围皆是黑漆漆的一片 是林木凯那双 欠了非要时的毛子 又重新照亮了苏龙龙的世界 你真的想看吗 话落 林木凯都压然于 自己的嗓音变得如此暗雅 苏龙龙一眨不眨地 盯着林木凯 她的大拇指 一直在下唇的边缘 抹撒着 集聚某种挑逗的一位 看得她蠢蠢欲动 只好搁着后槽牙 来按捺住自己的色心 但古话说得好 道高一尺 磨高一正 林木凯呆是静静地对她笑 就已经让她的血槽全空 苏龙龙定定地直视着林木凯 她决定了 她要拿下她 可惜被林木凯掀了一步 她稳稳地长住她的后脑勺 毫不犹豫就附上了她的唇 在双唇相贴的那一刻 有会心滑过了苏龙龙的脑海 苏龙龙在白纸上写了一个三字 三个月前 林木凯掳走了她的初吻 至此 她以为他们俩的关系算是长安落定了 可是她等来等去 都没有等到林木凯的回复 仿佛是逢场作戏 短暂地出游结束了 她得回到暗部就班的生活中去 她还是令林妹们垂涎欲递的长腿欧吧 苏龙龙念的没了人呀 被室友损成了一盆饥渴的多肉 脑得她鬼吼鬼叫的 她刚想爬上室友的床 去修理修理对方 微信的提示音就没来由地响起 她心一动 又冲下去找手机 是种草发来的消息 一张安柔的照片 还有这么一段话 苏龙龙 别伸着脖子等木凯了 她带我去旅行了 照片上的安柔眉目柔顺 正专心致志地 扶着一朵格桑花 背景是一片无垠的水面 她口中的旅行 极有可能就是去了云南的尔海 苏龙龙突然有点凶闷气短 这照片怎么看都像是偷拍的 而里头又没有林木凯的身影 那拍照的人就显而易见了 种草是安柔 这颗原子弹 炸了她的措手不及 她就差眉灰飞烟灭了 难怪她的计划 总是实事不成 原来 竟是安柔在给她下马威 她折断了脑筋 也想不出自己和安柔 结过什么深仇大恨 至于让她这样 千方百计地接近自己 以摧毁她的精神支柱为乐 难道是眼红 她暗恋了林木凯九年吗 但这个借口 未年也太牵强了 林木凯可从未公然表示 对她有过一分的喜欢 苏荣荣觉得心累 右手在抽屉里摸来摸去 在这种非常时刻 她十分需要一盒 为她奶来振振心神 是有感觉 苏荣荣安静地有点过头了 拥拥地喊了她一句 也没有得到回应 不由探助身子一瞅 却给她吓出了尖叫 喂 苏荣荣死了 苏荣荣是在医院醒来的 第一眼是白茫茫的天花板 第二眼 却是姜姜的大鼻子 她吓得压叫 差点昏了过去 姜姜哀声叹气地 帮苏荣摇起了床 我说你啊 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过期了四个月的 为她奶还去喝 你还要命不 苏荣荣的嗓子哑了 搭理不了姜姜 原来如此 她喝的是 从林木凯那儿 抢来的维他奶 不新鲜的保质漆吗 唉 打折的东西 终归是不如原价的 可谁让她探小便宜呢 这也就是自作自受 姜姜察觉到 苏荣荣的不对劲 问她是否发生了什么事 她就把种草 发给她的消息按出来 拿给她看 不料 姜姜看过后就火冒三丈 为她对安柔 那份可笑至极的信任 苏荣荣眼急手快地 接住了被姜姜甩开的手机 看着她气势汹汹地离开 又看着她慢慢地退回了脚步 林木凯 好啊 我正想找你呢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苏荣荣荣心一颤 就见姜姜不由分说地 朝前方温起了拳头 紧接着就传来了男人隐忍的梦哄声 吓得她从病床上跳起来 跌跌撞撞地往姜姜的方向冲去 林木凯晃了晃有些晕乎的脑袋 抬眸就跌进了苏荣荣的一双泪眼中 她朝她叙叙地扯开一个笑容 刮向姜姜的眼风却骤然凛冽起来 勾拳就是一记印的 眼看着两个人扭打作一团 苏荣荣急出了哭腔 猛的在林木凯左臂上 瞥见一片黑红 想也不想就向她扑了过去 硬生生挨了江江一下重的 到底是在流着血 林木凯奄奄一息地 卷在苏荣荣的臂弯内 那模样却让她意起了五年前的那一幕 五年前的他们还是初中生的面孔 截止到初三 苏荣荣已经帮林木凯 倒下了一卡车都再不动的情书 但她愣是对她不痛不痒了那么多年 那时苏荣荣甚至在反思 她是不是喜欢错了人 还让林木凯在不知不觉中 错失了良缘 于是她开始试着放下这段暗恋 但还是改不掉把情书血藏起来的习惯 直到某一天 林木凯跟别人打架 她火急火燎地赶到操场 倒听途说才得知上战争是由一个叫草草的女孩子而起的 她抱着血流如注的林木凯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林木凯 只要你好好的 我 我就再也不动你的情书了 我消失 我消失就是了 以后随便你找花花还是草草 如今 她已抱着血流如注的林木凯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林木凯 只要你好好的 这一次 我 我保证会消失得彻彻底底 让你和安柔 苏荣荣越说越小声 但眼泪却有瓢泼的趋势 林木凯听着苏荣荣的鸭母声 忍不住拧起了眉头 一句话就让她下完了眼里的雨 还瞠目结舌地望着她 你说话 文文 假妹中的林木凯总觉得心慌慌的 没忍住掀出一道眼缝 苏荣荣正愤愤地对着一个苹果猛笑 她嘴角一抽 仿佛那森光闪闪的水果刀 一下一下都落在了她脸上 便伸手拍了拍她 见状 苏荣荣停了动作 突然把苹果扔向她 欲起身离开 林木凯猝不及防地 接了个光溜溜的东西 急急地追问 苏荣荣 你去哪儿啊 妈麦皮 本仙女不伺候了 去找你喜欢的人来伺候你 那你还不赶紧回来 苏荣荣的智商是真心不够用 林木凯不由福 她看着那个她喜欢了九年的姑娘 扭扭捏捏地折了回来 眼神里那个敌意满满 她就彻底软了心 烧情书这么随应得的事情 苏荣荣一干就是四年 她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 如果不是因为喜欢她 她会纵容她活作非为那么多年吗 苍天可见 当时的她是学校的风云人物 而她只是想让她过一个安静的青春 保护好她那个懒绵绵的性子 致她狠下心来压抑自己 她以为他们会水到渠成 一路同桌到高考 再报一所同样的大学 乃之 苏荣荣居然临阵脱逃 一声不吭 就跑到连试去读高中了 那时 尖子生的她 才出长到难过这个词里 所深埋的苦涩 有一次 她在回家的路上 偶遇了苏荣荣 当晚就收到了她的信息 她是心跳如雷的 但是她还在记恨她的离开 就跟她开了个玩笑 问她是毛毛还是荣荣 结果 她又一声不吭地把她删了 并在真正意义上的离开了 没有人问问她从云端跌落痛不痛 已经出具男人模样的她 在那一瞬却哭得像个小毛孩 可就在她打定主意要放弃的时刻 苏荣荣竟然又现身了 她是在江江前辈的朋友圈里看到她的 江江发了一张截图 刚好就截到了她的动态 且她的定位还是在她所在的那个城市 只要一得空 她就会奔波在各大高校之间 但始终都打听不到她的下落 时日一久 她就忍不住怀疑起来 她会不会只是来旅游的 她会不会是发错了定位 她会不会 直到她出现在徒步协会的男更衣室里 并对着她的上半身通口水时 她才在心底把自己暗骂了一通 她苦苦寻觅了两年的姑娘 不就跟自己同校吗 原来 这就是势而复得的感觉 李木凯朝苏荣荣张开怀 大言不惭道 也罢吧 苏荣荣还是有些难以置信 她迟疑地问她 你 你喜欢的人 不是安柔吗 她自理行间中的心酸 让她呼吸一致 她一边摇头 一边将手机交由她看 苏荣荣胡疑的结果 在看清屏幕里的那张照片时 她吓得合不拢嘴 是江江兄台和安柔的婚纱照 她默地抬起头来 李木凯便解了她的疑惑 安柔打算在实习前向江江求婚 我陪她去尔海布置婚礼现场 就是这样 她一直都是喜欢江江兄台的吗 是啊 那她干嘛老黏着你呀 还跟我过不去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你和江江走得那么近 她不失措 我都失措 你 你真的喜欢我吗 那你以为种草是谁 我吃饱了称的 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 吊你上钩 种草不是安柔吗 李木凯叹气 她以后一定要监督她好好吃饭 不能老喝围她奶 这营养也太不均匀了 智商都跟着吓滑 她看不惯我跟你的进展这么慢 就给了我一个神助攻 还真是神助攻啊 苏蓉蓉竟无言以对 但是苏蓉蓉又如何想得到 没有林木凯的默许 安柔能动得了她的手机吗 重逢后的苏蓉蓉 简直一扫从前的自卑 对她冒出了光明正大的色胆 当事人的她自然是乐不可知的 可没想 她热烈地回应 竟令她退去了 说她在等了她的表态 还不如说她又缩回了自卑的躯壳里了 她怕她又一声不吭地离去 所以她想刺激刺激她 这一次 她要她对她一缠到底 主动求爱 林木凯给苏蓉蓉顺了顺毛 懒懒地开口 要亲情 苏蓉蓉的口水咕咚一声不吐 颤颤巍巍地凑近林木凯 还离得正远呢 忽然就被她一把捞进了怀里 唇角重重磕到了她的下巴 林木凯也不着急 慢慢地挪着脸 直到两片唇天衣无缝地相接 她才凶猛地攻城略迟起来 苏蓉蓉很青涩 不会唤沁 只好气喘吁吁地瞪着她 但是瞪着瞪着 又笑得眉眼都翘上了天 察觉到她的不专心 林木凯有些恶劣地磨了磨她的背齿 她惊呼一声 再是淋了她的唇 带出了一丝透明液体 暧昧地磨在她的病符上 林木凯盯着自己的衣服 眼里窜出了火苗 不由妄想了苏蓉蓉 哪知她更是如狼似虎 直接把手塞进了她的衣内 终于有机会摸上一把了 她怒出了无邪的表情 某人喉风一动 睁开了吊瓶 一把将苏蓉蓉举高高 欣赏着她又惊又吓的反应 别提什么在医院 哪还管得了那么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